大家好,我是爱与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离月每日委托 遗落的文件都保小行动 131,学者与学者 包含天地问向隐藏成就 每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离月每日委托99万故人 132,故人9未归 包含天地问向隐藏成就 每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学者与学者这些成就 我们需要在离月的每日委托里面 接到至少三次遗落的文物 三次都完成 而且不拆窗宝儿的身份 不拆窗宝儿的身份 不拆窗宝儿的身份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就有可能会在后续接到 这个多宝小行动 所以只能以建容形式来讲一下 大体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第一次在归零员遇见宝儿 他在一个遗迹旁边踩电 来,到这之后 他会以冒充虚名的学者 以找失落的文物这个理由把我们支撒 我们不要管 我们和他对话的时候选择好的 做一个无情的东剧的 直接去帮他找文物 找来之后 把文物给他 给他就行了 我们之后再 就不要再和他对话了 第二次也是在他踩点的时候 我们幼聚到了他 这次他还是以 那个遗落的文物为借筹 让我们去找 说是那个文物里面包了衣服 我们也不要问 为什么遗落的文物 外面要包衣服 继续去当无情的农具人 去帮他找就行了 好,两次都没有拆窗塔 到了第三次 这次他是真丢了文物 二次是他和盗宝团 一起抢了蓄名学者的东西 让我们去真帮他找 我们会在寻找的过程中 遇到索拉雅 索拉雅会帮我们拆窗宝儿的身份 告诉我们 他其实是盗宝团的成员 因为我们前两次都没有拆窗塔 之后会给我们一个小的文物 出事日不要让我们起疑 直接我们会去找宝 继续做卧底 好,到了后来 会触发这个夺宝小行动 再结到这个委托 我们真属于剧情 最后把文物夺回来 教皇帝索拉雅 就能完成这个学者与学者的成就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故人久未归这一成就 这个梅日韦团的接取前提是 我们把他的世界任务先做 在吴望坡 临终小叔 让我们去找苏叶 那个小女孩 之后就有代率会接到这个 久久望住人 这个梅日韦团 是若新婆婆发布的 他让我们去找长久爷 我们在找长久爷的时候 也是在吴望坡 长久爷被内阁拽物为中 我们击败拽物 然后会给三个书页 之后完成任务就能获得 这一则成就 渡人久未归 好的,一下是演示视频 我们需要先完成他的前置任务 借着世界任务临终小说 他的接取地点在这 吴望坡下方 火本的正下方 我们可以从这个起批点过来 来到这时候和一个 叫小九九的女孩对话 他会让我们去找苏 建议是从火本过来 这样就不用爬山了 找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 烫索完之后 他都会告诉我们 都没有书籍 之后我们再回去找他 这次连小女孩也不在了 好,就能完成临终小说 这个任务 下面就有可能会接到 渡人久未堆 这个没日委托 所以只能丑头讲解 我们的委托是 若新婆婆发的 他要我们去找长九爷 也是在地的位置的长九爷 我们在这儿找到他 他会被一群怪物围终 我们解决怪物 之后会掉落伤的树叶 然后我们再跟随任务指引 就能完成 内的任务达到成就 小伙伴们长兴趣的 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助人久未追 久久忘助人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